大家好我是Gin 今天我们来做软皮绿豆饼 一款不需要开酥也不需要炒馅 制作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好吃 用烤箱烤和平底锅烙都可以 首先来做绿豆馅 一杯绿豆整好是200克 倒入碗中清洗干净 然后加入清水浸泡4-6个小时 如果能提前一晚上浸泡那么效果更好 我今天用的是带皮绿豆 喜欢吃馅比较细腻的可以直接买去皮的绿豆 这是我泡了6个小时的绿豆 豆子明显的胀大 可以轻松的掐断就说明泡好了 泡好的绿豆控干水分直接倒在蒸屉上 加盖大火蒸熟 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如果你浸泡了一个晚上或者用的是去皮绿豆 那么蒸制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 用手指可以轻松的碾碎就可以了 蒸好的绿豆迅速的放入搅拌碗中 趁热加入15克黄油 不喜欢黄油的也可以不放 但是放了黄油的馅料会更香一些 然后加入40克白糖 一边混合所有的材料一边碾碎绿豆 不需要碾的太碎 像我这样有一些颗粒的也没关系 吃起来有颗粒感 喜欢吃更细腻一些的 可以用搅拌机来搅碎 如果喜欢 馅料里头也可以加一些切碎的 蔓越莓干或者是葡萄干 我这个是30克泡软的蔓越莓干 切碎后加入到绿豆馅中 简单的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像这样馅料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 而且少油少糖 做好的绿豆馅加盖保鲜膜 防止分干 然后就可以做饼皮的部分了 今天需要200克面粉 正好是一大杯加三分之一杯 再加入半小勺一点小勺 5克酵母粉 20克白糖 搅拌混合好 倒入100克牛奶或者是水 常温的就可以 再加入50克植物油 最好选用轻至无味的植物油 搅拌混合所有的材料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面团不容易揉光滑 揉成团就可以 我们加盖保鲜膜 让它松弛10分钟 然后再来揉 松弛10分钟后我们再来看 大约只需要揉一分钟左右 大约只需要揉一分钟左右 面团就很容易光滑了 揉光滑的面团加盖保鲜膜 让它再休息10到15分钟 不需要等到发酵 只是松弛而已 利用面团松弛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馅料 25克一个分好 分好的馅料分别揉圆备用 饧好的面团不需要再揉面了 直接压扁擀薄 面片上稍微倒一些油抹开 这样通过刷油卷起来 将来做出来的饼皮会有层次 当然也可以省略这一步 直接奔成小剂子 然后从下向上卷起来 先切成两份 分别再揉长一点 然后切成7份 一共14份 为了防止分干 把切好的小面团先用保鲜膜盖好 这时候就可以开包了 取一个小面团压扁擀成薄片 包入一份豆沙馅 先冲开 红糕 我用后面面和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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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也可以移植成薄片 包好的小饼间隔满入烤盘内 送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烤15-20分钟 注意上色不要过重 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这个小饼也可以用平底锅来烙 不需要放油 直接码入平底锅内 加盖用小火慢慢烙至 待底面发黄的时候翻一个面 继续烙至另一面 因为馅是熟的 皮又比较薄 所以特别容易熟 豆沙饼终于出炉了 刚出炉的表皮有一点点干 稍微过一会儿放凉以后就会柔软了 这个是烤箱烤出来的 这个是平底锅烙制的 放凉后的效果差不多 外皮都是软软的 而且有一些层次 绿豆馅沙沙沙的 悲甜不腻 确实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同时点击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新的视频了 我是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